预防于学 我们所能够帮忙的 那如果都小一到这个 在这个非常里面 不成一个样子的情形 那等一下我们会显示出来 那就表示很有明显的 不健康的动怀 好 谢谢 那他写 刚刚在那张图呢 我们把这个图再放开来 就是他怎么样的显示 在这张图当中呢 这个中间就是属于你的 脊椎圣经的这个能量的动态 那这个旁边呢 就已经显示到了 整个脊椎的这个状态 那在内部有一环光 有一环光 我们麻烦再回去 再看一下 就是这一环 现在这一个人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虚光 那这个虚光就明显的 就是说这一个人在 这个是代表心肺 这个是代表的脾胃 他就在心肺跟脾胃上 你不讲什么吗 比较摔弱一点点的 等一下才可以讲 他说等一下才可以讲 那我什么时候来 记录他 你现在讲 你现在讲 接下来是肾上 接下来是肾 那如果说是他在这里 有产生虚光的时候 这代表在进骨方面 不是我只是要比较好 他刚刚已经做过一次了 那如果是在这一个最下面 那就是你现在是整个完全放松掉 听懂吗 你身体会现在很放松的原因 就是说 那曾经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测试里面腰椎的问题 这个部分是腰椎的问题 你的免疫 你的各方面 当调整过以后 其实你有一个现象 就是整个帮你打碎掉 然后重新帮你调整 所以你打碎的时候 有一点像中医里面的 卸掉 再帮你補起来 你再过半个钟头 你再不来撒 他就会回复 真正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真正的那个笨 你的那个先天的部分 非常的弱 当你把你调整完了以后 他会告诉你 你这个电池完全没有电 可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电上来 那要做保健 有一些人调整完了很漂亮 可是你不同 你是调整完了非常糟 那第一区 非常糟 你是不知道你的状况 代表了腰部的圣子音 你调整完了之后 你只有阴没有阳了 这个刺激下去 到底是什么好 好 这些把你打碎了 打碎了以后 他才要把你调整算了 所以你的五行的部分 干心皮变成都非常不好 都非常弱 这个代表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你要重新建立 意识脑 你要重新保健进来 文化脑 文字脑 数字脑 也就告诉你 你要充电 这个是代表的 您是脑的 你必须要充电 内部命的能量 要充电 要看左右脑的颜色 那充电是代表什么意思 他要做什么事情 对 吃的喝的 穿的 听的摸的 带的 东东都要做 如果他这个颜色 是顺着这个顺序的颜色 谢谢 那就是 如果是跳色 这是红色 最怕是没有变动 最怕是没有变动 你的变动非常激烈 可是你的变动非常激烈 里面 好像是你吃了感冒 又你想睡觉 反应很大 这样子的表示左右脑 代表他这个刺激下去 对你身体的反应 大不大 非常大 可是必须要一段时间 你的身体才会回复上来 他现在正在走气 可是那个走气 会先归零 你归零以后 有很多的人归零是 气管 大概是气管 你归零 这就是代表着肩部 走到颈部 从颈部肩部 走到脑部的血液的状态 我原来我的身体是比较弱的 如果是在这个地方 产生有异性状态的时候 这表示他的睡眠不好 他要多刺激 代表他的睡眠不好 如果整条的黑的 是代表的心血管 必须要有 多去做一些 这个刺激 让你的身体的这个热能跟电能 再下来 好 这个就是刚刚就是显示的这个 这张凸显会显示出来 没有电就代表 代表所谓的这个第一区 是什么 不对的 第二区 可以啊 就是代表的内障的状态 大概半个钟头以后 内障的状态 这个是心脏和肺部 这个是胃部 腹部 这个是肾 这个是肾 他帮你脑部 就是一个人 横在这里 这样子 左边跟右边 右边跟左边的这个 之间的困形 你面的那些乌鸣 全部都被他慌慌了 要这样 如果你在的话 就可以在这 因为等下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好 谢谢你 好 这个就是第三步 第三步是代表的脑部的 那这边呢 上面呢 是代表的气管 我们以后来看 这个叫做航空反应 这个状态 民宿反应 这个代表 我们认为是有好 好反应 那即使是说 一般人他们大概就是 差不多会有 变化不会很大 你不是哎 这个是厚 非常大 到脑血管 那这边 第四 你刺激下去 因为你会变化 这边就是属于我们的 那代表是好吗 零四区 代表他会 这个零四区 如果是在这个地方 产生的虚光的时候 就是表示他们 连异系统的产生问题 这边有产生虚光的时候 是代表的胸部气管 可能有不良的状态